前苹果日报四个高层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四个人保释的申请被拒 案件压后到9月30日再讯 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 执行总编辑林文中 主筆冯伟光和杨清奇 由警车压上去到西九龙裁判法院认讯 控罪指四个人在去年7月1日 去到今年4月3日期间 在本港和苹果日报有限公司 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 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 张建雄、罗伟光、黎智英和其他人 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 对特区和中央做制裁封锁等的行动 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的湖4 和认识罪行条例第159A和C条 四个被告无需答辩 控方反对保释 又说检获的电子器材数量庞大 警方需时解读和化验 亦都需要作个人和机构的财务调查 申请压下去到9月底再讯 国安法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惟德说 经过考虑双方层次之后 反对四个人的保释申请 案件压后去到9月30步再讯 除了杨清奇放弃8日的保释覆核申请 其余被告下星期三将会再申请保释 连同早前被捕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前行政总裁张建雄 前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 至今一共有七个一传媒集团前管理层 或者前主笔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母亲事记者刘俊玉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万证